Hello 各位亲爱的观众 老爷们大家好 感谢收看桑老大叔为您带来的都好像直播比赛解说 现在给大家带来的是2022年DPC联赛 中国赛区第三赛季的加赛 加赛 这个加赛 为什么加赛呢 对吧 经常看比赛的朋友们肯定是知道为什么 因为分数一样的队伍实在是有点太多了 那么实际上呢 在中国赛区目前是有四支战队 现在并列第二 青茶 老干爹 星辰和翔哥 差G 这四支战队的成绩呢 都是4-3 然后另外还有两支战队的成绩是并列倒数第二 就是E-home和VG这两支战队的成绩都是3-4 也就是说今天那么需要在四个战队里面选出来一个被淘汰掉去不了major的队伍 然后呢 还要从E-home和VG两支队伍当中呢 选出来一个被淘汰到A级联赛的队伍 所以今天的这个加赛的数量也是非常非常的多 那如果今天好早啊 因为今天比赛开始的早 今天的加赛呢 是都是采取BO1的形式 只有E-home对VG的那个比赛采取的是BO3的形式 当然啊 他们BO3的比赛我们不播 对吧 我们不播啊 所以提前跟大家说一下 E-home和VG的比赛 我们这边是不播的 原因也比较简单 因为看点着实不是太多啊 那我们主要是给大家来跟一下这个强队之间的对决 呃 相对实力还有比较更大的进步空间的这种队伍的话呢 我们就 呃 再让他们进步一段时间 然后我们再来看他们的比赛 这样的话可能会更好一点观感啊 观感上会更好一点 那老干爹这场比赛在男人方面呢 一手是抢了术士 然后对方直接掏出了小小家电棍 第二手老干爹就直接拿出来一个虚空啊 拿出来一个虚空 然后在最后一手掏出来的是一个女王 对吧 三四手拿出来的是破晓晨星和小歪 那对方的第三手拿出来的是戴泽 第四手拿了一个谜团 从阵容来看的话 老干爹这个阵容控制能力拉满 但是爆发烧显有点不足 但是好在呢 女王这样比赛在游走的时候效率可能会比较高 因为他去到任何一条线上都能够有足够足够足够多的控制 来去帮他撑住场面 让他输出 而且破晓晨星那边可以随时利用大招再增加一个辅助的输出点 早起的大叔声音和之前都不一样了 因为今天真是刚睁眼 昨天昨天昨天出去去 我以为这个比赛还是下午三点开始 所以昨天晚上出去滑滑满去了 结果结果回来了太晚了 那现在最后一手的拿人方面来看的话 星辰这个阵容呢 感觉应该是差个一号位啊 感觉是差个一号位 因为他们可能还是会选择让小小去打这个辅助位 但其实在当下这个年代来说 在一个几乎没有什么靠谱一号位的大哥年代来说的话 小小这个英雄打一号位其实蛮靠谱的 要么就拿电棍打一号位 只不过这样比赛在面对老干爹的这四个大团控 三个大团控 加一个强点控 加一个高爆发这样的阵容的情况下 大哥位的发挥空间确实比较受限 另外就是自己为了去补一个控制 选择是拿着一个谜团这个英雄出来的呢 谜团 这样的话等于现在星辰这个阵容其实挺尴尬的 就如果他的大哥位不是小小的话 那么小小这英雄要去游走 但是小小这英雄去游走呢 所有的线上又要拿了个幽鬼 这啥阵容啊 这种阵容是我个人比较不推荐的一套阵容体系啊 就这场比赛输赢各一边这个阵容体系我是非常不推荐的 不推荐的原因呢 有几个 第一你拿了你一手抢的小小 对吧 你一手拿直接拿出来一个小小 然后所有的战线英雄都没有击杀能力 这个就很离谱 你知道吧 这个就非常非常的离谱 这场比赛他唯一一个有可能有击杀能力的就是他的优势罗 用戴泽加油鬼这个双减速 还有戴泽的无限持续的一个减速效果 这个是有一定击杀能力的 但问题是这场比赛劣势对方是破晓晨星和小歪 破晓晨星加小歪的这个二人组 破晓晨星他是有锤子可以扔出去的 有锤子可以去扔出去 然后呢 他可以利用这个锤子来进行一段位移 这个位移的话就会导致你不是那么容易去抓到他 对吧 那么在这个一个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呢 你的主要攻击对象可能就会变成这个小歪 但问题在于双减速的这种线上击杀能力 为什么一般不搭戴泽 为什么一般不去搭配戴泽 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戴泽这个英雄 并不能够有效的去针对到对手的一些强势的点 并且这个英雄因为两个减速嘛 然后你又没有能够去让对方减少输出的手段 他不像双头龙 为什么双头龙是双减速非常好用的一个英雄 为什么双头龙是一个双减速非常好用的 就是因为双头龙这个英雄 他的攻击技能是附带一个给对方去减攻击速度的 有关注表示说这个卖端端续续的是吧 油管这边我断了重新连一下 大家稍等一下啊 我把这个麦断了重新连一下 这边在我重连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偷偷的拿到了一个一血 这里一上来就拿到了小小的一个一血 加赛也是BO3BO1 那这边拿到一血的是墨炎的女王 墨炎女王拿到一个小小的一血的话 意味着她的瓶子可以出的更早 那么中当女王去打电棍的话本身难度就不大 然后这边又拿让她拿到了一个一血 可以更早拿到瓶子 出门装的这个属性装也是直接拉满 那么这样的话看一下女王这个钱直接是买了个啥 哎呦这直接就把属性堆起来了 一上来就把属性直接堆起来了 还是有点猛的呀 你别说 莫奈的这个游鬼一上来呢 是给了对方一个游鬼之刃 不过并没有造成什么影响 对方还是非常舒服的就把这个神谱给控到了 把神谱直接控到了 三号位双头龙有说法吗 一般不推荐啊 三号位双头龙很很很疲软 因为他的伤害来的太慢了 一般国外的这个直播一直有点 一直有点卡顿啊 这个我稍微调一下 让大家稍等一下 好试一下这样试一下啊 好了那么这边我这边调整完了啊 回到游戏当中来 中单女王去打电棍 这个已经是一个非常古老且肚明 哦这里砸晕了 砸晕的话小Y这边跟不上去 那么Face边一个人追对方皮球的一个带责的话 这个是追不死的 还叫忍一下 主要还是没蓝了 有蓝的话这波应该能叫一个单杀 有关系说女王的这个补刀好惨 女王在一级 因为他一级加的技能啊 他不能一级直接去加一个blink 所以他为了去跟对方对线的话 一级肯定是要加毒标 在他没有blink之前 或者说没有二级以上的这个blink之前 都是跟这个电棍兑现不太好兑现的 这个也是一个没办法的事情 这是一个没办法的事情 这关数是被对手两个人 要拿一个人头漂亮 下楼这边是被小小的投掷 加上这个谜团的一个 加上谜团的这个小谜团合击 直接把他给送走了 不是说调整转播沙特土豪杯吗 沙特土豪杯没开始啊 还没有开始 那个比赛还要再等一等 还没有开始 好上路 这里也漂亮 小Y直接是拉住了以后呢 边一个转转锤 转死了对手皮球的一个戴泽 这个就是我刚刚跟大家说的 就是戴泽加优鬼这个二人组 为什么我说这个二人组 有可能会被对方打爆 被对方打爆 原因就是就是现在这个原因 因为你选择了这样的一套 阵容体系以后 你的二人组确实 如果对方打不过你 你是可以去完成 在线上完成追杀和击杀的 但问题是如果对方能打得过你 对吗 对方就追着你这个戴泽杀 就很简单 就追着你戴泽杀 然后呢 你不像双弄龙 双弄龙你的一个冰火 就拉扔上去以后 对方的第一个是持续掉血比较多 第二个他有一减攻速 他这个减攻速会导致你的 这个伤害就很容易凑不够 在这种情况下 你就在线上就会比较舒服一点 包括像巫妖 包括像巫妖这样的英雄也是 你给一个弄暗以后 如果对方给你对的话 巫妖他不具备像给对方减攻速 这个能力 但是巫妖是可以给你自己的对手 加冰甲的呀 对吧 好 这里小Y拉住 看一下优鬼 能不能直接给锤死 这个莫奈这里垫一下 还是没有死 再给一个平A 还是没死 差了一丁点 这块带泽加上优鬼 两个人在上路这个线 已经逐渐的是快要站不住了 因为随着等级的提升 费斯边这边的锤子等级越来越高 小Y这边的技能等级 就是他的拉的等级越来越高以后 你在线上的消耗也开始要消耗不过对手了 然后女王在中路随着等级上来以后 他的技能等级就是他的猴 他的blink 他的毒标 这场比赛的莫言 直接点了三级的毒标 点了三级的毒标以后的 现在是一级的blink 一级好 一级大了 在这些东西都有一号 这又死了 这又死了 拉住以后 根本就跑不了 而且这块费斯边 所转的这个方向 他转的这个方向 他是个侧向转的 这个侧向转的 转着锤的话 比直的转要难躲得多 因为他转的时候 这个锤子的最终砸地的那些 范围其实蛮大的 然后呢 你在身上没有斜的情况下 你确实是站不住 这边已经连是死了三回 还是四回 三回 被锤妹杀了三次了 小小的罐 山崩 然后把小黑转回来 心情这个TP浪费了 走不掉的 这个位置对方代泽也过来了 三个人合击 心情这个位置肯定走不掉 护甲太低了 防御塔下面去 想要TP的难度 还是稍微有点大 那么这样开局六分钟 人头数已经打到了一个4比2 想要这个地方的山崩 然后扔一个锤子 但是费轩手里面 是有这个上级中锤的 直接转身砸中 然后女王过来 一个毒标给上去 伯伯卡没了 不应该跳进来 也不跟你客气 直接跳进来以后 一个平A一个吼 拿到一个人头 打完这波以后 现在团队经济差 已经拉开到了2000家 那么老干爹这个 老干爹这个是彻底的攀牌了 彻底攀牌了 不装了 对吧 不装了 就是赶紧打完你下班 彻底的不装了 这已经是 精神这场比赛的这个阵容 基本上拿的可以说是一个比较负面教科书的一个阵容 就这种阵容拿出来 如果能赢下比赛的话 只能是建立在就是你的实力 选手的个人实力 至少人均领先对手个2000分 差不多 2000分可能都不够 2000分可能都不够 我觉得这个 这套阵容拿起来 从职业选手的这个分数段来讲的话 可能你需要人均领先和对方3000分 差不多你来准备这种 这里看看 全面往下砸 掩护一下撤退 然后小白这里 这个再上的话意义就不传大了 这波应该不上了 这边开一个大招 掩护一下自己的对手撤退 然后回到上路 接着去找对面的优鬼 去殴打优鬼 因为这套阵容 无论是从对线 还是从游走 还是从开团 都很烂 都很烂 这个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可取之处 这个阵容拿的 所以这套阵容 就是如果你想赢 只有你的个人实力 远超对手 才能做到 看到这边女王身上是 也留着一个冰 转身放大 直接反杀了 但是自己是 也被电棍的一个 等力资场给打死了 这个位置 女王这波其实是有点亏的 因为他跟欧瑞的电棍 兑换不值 他毕竟全场经济第一的英雄 然后对方 那个是个第六的英雄 这个兑换就比较亏了 他说垂妹为啥 最近上场很频繁 垂妹这个英雄 现在挺厉害的 很简单 这边转转锤 莫奈这个位置 也是没有选择躲 就选择硬吃 第三下 飞斯边这个位置 然后稍微躲一下 这个防御塔 近战英雄 想要去不吸引防御塔的 主动仇恨 然后去打到对方英雄的话 不太容易 不太容易 你需要去跟防御塔 保持一个500以上的攻击距离 然后再去平A 才不会吸引仇恨 但是近战英雄 是吧 女王的身上的装备呢 是一个夹腿 然后再加上一个挂件 瓶子 然后一些基础散件 然后准备出的是 直接出一个励志冲刀 对方现在小学生的谜团倒是经济一直保持的不错 因为在下路对一个虚空来说的话 谜团的压力并不大 而且保这个虚空的是术士 这个二人组其实也是一个线上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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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弱的一个二人组 但是好处在哪呢 好处在于星辰的这个劣势路二人组没有击杀能力 谜团加小小没有击杀能力 小Y 这个小Y的大招放着急了 这个地方 其实这个地方不需要放大的 你放了大也基本上杀不掉对手 队友根本就来不及跟上了 这波感觉是有点浪费了 这个大招 而且这个大招也没有能够用来去拆对方上路的一塔 还是亏的有点多了 感觉 下路刷了一个双倍 让O'Rei这边把这个双倍给它控到 伸上甲腿平的 然后开始去慢慢的憋自己的BKB 目前老干爹 这些团队经济的领先优势已经是被对手在这段时间给残尸光了 但是呢 问题在于就是老干爹开始进攻了 就像上一次老干爹和星辰的这个比赛 我说的那样 就是当老干爹决定开始进攻的时候 他们的这个进攻就不停了 但是老干爹这场比赛的阵容 如果想要打出来那么快节奏的进攻的话 需要在每一次团战的时候 都保留有至少一个大招 不要放 就是你不能一波大招把所有的大招全放了 一波团 一波团 哎呦 这等迷子场漂亮啊 这等迷子场把大部分的值钱的野怪全抢了 欧雷这一波 欧雷这个干的漂亮 现在电棍的经济已经是追上来了不少 而且反超了虚空和锤妹 这波打完以后 现在小歪的第一个大招 因为插的效果很差 虽然还是拆掉了对方上路的一塔 但是呢 他的这个大招等于白插了 既不能够用来去多拆对方一个防卫塔 也不能用来辅助去打入山盾 而且这个阵容前期打入山盾扛不住 可能需要术士这边再加上几个英雄轮流去扛 然后让蛇蚌去输出 但是这个风险就很大了 这种时候如果打的慢的话 对方的电棍啊 小小 谜团 幽鬼 这个打入山团 对方这个阵容 还是有一定的战斗力的 小歪这个地方扬住 然后拉住啊 这样的话可以杀一个小小 小小虽然是不值什么钱吧 而且老干爹这波来的人挺多的 但是断掉了小小小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星辰这段时间 或者说很长一段时间 他们就完全没有进攻能力了 当然他们其实本来也不进攻 这个蛇蚌他的位置 是不是稍微有点破坑 还好 还好 都能打到这个 都能打到这个防卫塔 虽然感觉最后一只蛇蚌 感觉打这个防卫塔 好像很吃力的样子 这个小迷团过来A了两下 结果小迷团直接被对方的 蛇蚌给反杀掉了 这根几个开始在这拆中路一塔的话 星辰应该是要保的 这个一塔如果不保的话 没地儿刷钱了一会儿 把这个蛇蚌给他AEA 吃一吃蛇肉 还行 这波老干爹呢 你看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刚才我说的 就老干爹他们其实现在想要力求的是 每一波团战的时候 我都不要把所有的大招开光 因为如果我把所有的大拳都放光了的话 我这是一个几乎是一个纯大招留阵了 然后我把所有的大拳都开光了的话 意味着在场面上 我有很长一段时间 是打不过对手的 这块莫奈赶紧选择 是直接一张TP开溜 踢到了上路的二塔 来收这个上路二塔塔下的经济 想要这边这个山崩扔出去以后 外队怎么还有时间 给自己回事加一个血呢 要反杀 小色这里过来给对方一个减CD 因为两个技能全用了 所以这边一个减CD减上去以后 看看对方的带泽 要不要给他活葬 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直接是被Face边的 一个平A初暴机给打死了 他说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现在人都是数8比3 老干爹的这个团队经济领先优势很小 这个中路一塔应该是要叫啥 数字直接砸大 咱们大以后女王给大招轰出去 再给一个毒标 优鬼开大以后来后排 先收掉了一个心情 优鬼的这个攻击对象 脑子还是很清楚的 而且这一波的 因为谜团已经做出来的一个怨灵之气 自己这个位置在往上追的时候 虚空不在 少一个大哥位 而且他们这个阵容在这个阶段 其实输出有点不太够 输出有点不太够 那么这样的话 中路一塔最终是被戴泽给反补掉 这个中路一塔攻击间站 最终是 星辰这边 小转 小转 而且三大哥的经济现在已经是完完全全跟对手追平 六个大哥位的经济现在是一样的 然后双方的主要经济差在酱油身上 但是这个酱油的经济差也并不是很大 连一千都没有到 星辰一波开悟 那迷团带大招的一波开悟 但其实优鬼是没有大的 其实优鬼这波是没有大的 这个位置看一下 戴泽虚空的这个地方 虚空的这个位置还是比较安全的 而且这块两个眼全部都是老干爹他们人的眼 所以破雾的一瞬间就已经知道你所有人的站位 这一块克斯边被对方吸上一个攻击力 然后锤子收回来烧一下对手 要直接A死了 克斯边这波没办 他没有TP 这个位置没有TP 对方这么追的话他是跑不掉的 看看支援过来的人 在侧面有一个戴泽在保护 还可以 这里小歪 羊 然后呢一个叉再加一个拉 一个蛇瓣的叉为什么 怎么叉不到呢 这样小歪的大招又用掉了一次 老干爹的这几个大招 感觉用的收益都不是很高 每次都不是很高 感谢dyk020老板的32个小花蟹老板 还是在等消色 老干爹这张比赛打的明显是比之前的比赛打的要更加稳妥 他们在等这个消色的虚空 按照他们之前的比赛节奏他们是不会打的这么磨叽 他们现在这个肉眼可见的是在等虚空的经济稍微起来一些 等他的出出能力起来一些 然后再去接一些比较 怎么说呢 就是人比较多的团 因为他们现在大部分的这个团队的职营 比如说像 特小陈兴的大 比如说像树士的大 全都是用来救人的 然后呢这个小歪的大招基本全是用来抓人的 而且只抓一个 女王的大招我到现在位置好像就见过一次 虚空一个大都没放过 从他们这个思路来看的话 现在这样比赛他们的思路就是等 就是拖 稍微拖一拖 稍微等一等 因为我既然不能主动的去打出来一个比较廉价的这种游走和小规模的团战 那我就等 大哥起来 等大哥起来 跟你开这种大团战 因为纯开大团战的话 老干爹这个阵容也是占有的 你虽然对面有谜团 但是我这边有树士 我还有虚空 我能破你这个谜团大招的人太多了 给小王Y 为对方吸了一波 女王过来给上一个毒标 关注说赢的三个去 Major 输的去打降级附加赛 不是啊 不是 赢的三支队伍去打Major 输的那个队伍就是保级成功 但是不用去打降级附加赛 降级附加赛只有EHOME和VG两支队伍需要去打 因为其他的战队成绩本身都是4-3 只有他们两个是3-4 VG和EHOME打降级附加赛 这个四个队伍打赢了是没关系的 就是打输打赢都不牵扯这个降级的问题 小Y的这个大招是用来打入山了 但是对方这个时候已经对于你打盾的这个操作呢 开始有所提防 这个时候用这个蛇伴去打入山的话 一定要确保在近战范围内 这好疼啊 而且FacePan这张比赛他加的是一个 出的是一个这个暗秘 这个地方对方在外面打你的蛇肉 也是非常坏 看那个地方 这个位置一个大招轰出去 小小给上一个山崩 有鬼拍大 哥几个小爆炸团 小色怎么直接被对方给拉住了呀 这样FacePan也上去送了 这打的是什么团战 外队这个地方也要死 心情这个地方 他的蛇伴踩在肉山里面肉山也送了 哎呦老干爹这一波团战打的是 这打的是真的乱啊我的天 这个团战打的是真的乱 这样的话小色直接被对方打赏一波 让一波打赏 五人团灭 让对方打了一个灵换五 我的天 灵换五还帮对方把肉山给打了 打得差不多了以后 对方过来把肉山一收盾一减 老干爹这一波团战 属实是我没想到的 而且他们打盾的这个时间也不对啊 他们打盾的这个时间也不对啊 我一看他们进来打盾的这个时间 我就感觉不对劲 这个时候你是不可能打盾的 你这个阵容打盾的话 对手电盾加上这个迷团 两个人都能开视野 然后有鬼这边有个大招 可以随时切你后排 再加上你打盾的速度本身不坏 然后你又没有BKB 你又做不到无伤去打盾 这个问题是真的有点大 说实话 小外这块拉住对手的一个迷团 迷团这波直接杀 现在对于老干爹来说 他们需要主动去进攻 他们必须现在主动要进攻 别看对方现在有盾 有盾不怕 盾不怕 怕的是对方的 好小小这个地方埋伏通攻 VT2连女王 Blink来不及 直接电死 漂亮 那这样欧瑞拿到了一个人头之后 现在经济已经是反超到了全场第一 然后优鬼现在九千三 一个等离子场过来 把这个兵线加野怪一块青 然后顺便再追 追Face边给他一个减速 这里小小又是一个漂亮的山崩 留住了心情 心情这里被对方电弓追着 直接A死 这波打完了以后 现在偶尔已经变态杀戮了 虚空手里的装备呢 现在在做大雷锤 大雷锤应该已经出了 夹腿 大雷锤 然后再加上一个膝带 和一个闭靂地甲 身上的那个西线面具 我估计他可能要琢磨出一下撒弹了 老干爹这场比赛 他们不进攻了 现在已经不进攻了 因为这场比赛 他们在这个 进攻的时候 就是想要去维系自己的一个 不停的 不停歇的这种进攻节奏的话 就需要 每次都留技能 每次都需要留技能 小小这边P第二点 nice 直接秒吗 每秒掉 Face边直接录了自己身上的一个魔精 稍微拖了一点时间 女王一个大招 帮他轰出来一点点的时间 然后再扔锤子位移 这波救下来了 nice 而且还浪费掉了电棍的一个BKB 这波打下来的话 对于老干爹来说还可以 但是萧瑟的经济 目前是追不上对方的 有鬼 他追不上的有鬼 小一张的谜团 现在身上装备 也是逐步的在 把自己的核心装要做出来 那目前身上已经是有了 一个条刀 有了一个怨灵武器 接下来准备出的是 以太和BKB 那核心装一件件的 网维抛 网维天这场比赛 如果照着这么去刷的话 这个就是完完全全 在考虑去拼这个正面团的 基本功了 因为 二十多分钟 团队仅仅三千的一个差距 这个差距真的不大 这个真的算不上大 所以这场比赛 就会逐渐的变成 一个拼基本功的一个比赛 拼基本功这个事 就是纯拼团战的基本功的话 两支队伍倒是都不虚 数是丢了大招换BKB没关系嘛 其实主要是因为现在的这个BKB时间实在是太久了 他现在BKB就等于一个大招 而且对于像电棍这种英雄来说的话 BKB的价值可能不比他的任何一个大招 或者是任何一个核心技能的价值要低 所以就还可以接受 女王这场比赛的经济 到目前来看的话 没有完全掉队 但是呢 团战的时候 因为他走的这个方向是一个 啊 这类似刚说完 就被对方迷团大招直接转住 但是锤没揪起来了 把他 这样的话迷团被反杀 又给开了个大招 想过来支援 结果对方支援过来的人太猛了 实在是有点打不过 也是直接选择船位去 那下路这一波 锤没的支援还是不错的 我感觉锤没这样比赛 应该要把A帐这个道具考虑进来吧 A帐这个道具 现在要纳入到 Face边的一个出装计划当中了 我感觉 因为如果他完全不考虑出A帐的话 他如果有一个A的话 如果有一个A的话 他们在面对对手的 迷团大的时候 会有很好的一个地狱能力 就是他只要自己不被拉住 还有很好的一个地狱 东黄和刘邦的对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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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波女王死了 这波就不再来了 这波女王放了一个冰 然后直接被对手给阴了 冰了上去吼了一下冰线 结果直接被阴掉了 虚空的经济线 反超了优鬼 一点点 然后再来前面呢 还有一个电盾 让小A过来 给对方的家的邮试入野区 高台放一个眼 这个眼差的还是比较 比较自信的 差点比较自信的 因为他没有提前不睁眼 看一下 刚才这波女王跳上去 一个不应该 一个好清冰线 其实就是单纯的 摊了一波冰线而已 没有什么其他 特别复杂的原因 他就是堵了一下 觉得对方这块 不会去埋伏他 然后他跳上去吼一下 清个冰线 堵一波 摊一波踩 没有其他更复杂的东西 这个都属于是一些 很正常的操作 只不过就是这一次 他被抓了 所以就显得很扎眼 平时这种 已经摊了不知道多少次 没有被抓 那大家就没觉得 但是刚才边已经丢锤子了 边是丢锤子了 边丢了锤子以后 波兵线没清掉 所以女王上去 摊了一波钱吗 这不是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吗 没有 我也没有那么复杂 锤子的总伤害又清不了 一个波兵 刚才那波女王被抓 你只能说是对方蹲的好 对方蹲的好 对方蹲的好 对方 现在双方的一个团队精力差 拉不开 而且虚空的精力 现在已经是逐步 追上了对手的一个定棍 大雷吹以后 虚空的刷钱 确实还是快 对方 我要过来打热山 这个打肉山的时间 老干爹 其实这个肉山团 老干爹是可以接的 讲道理老干爹是可以接的 但是我感觉 他们可能来的有点慢 应该要打完了 而且老干爹来的这个方向 是奔对方野区去的 他们没有猜到对方在打盾 选择开屋绕到了上边 那对方也是打完肉山以后 直接一波五人开屋 然后往对方家的 远古三角区去绕 这个地方小小 直接去断后排 看一下垂妹的技能给上去 想秒电关没秒掉 虚空一个大招 直接照住对方的代责 加上电关两个人 那这样的话女王下来 再加垂妹 一团被顺秒完美团 这一波自己两个 酱油的代价击杀掉了对方的迷团 加上电关加带则 虚空再跳上来 垂妹砸晕 没来得及 稍微慢了一点点 那还剩下一个游鬼 但我会跑 老干爹这一波团战打得 真的是太舒服了 虽然对方的这个小小 反应已经很快了 第一时间跳上去以后 一个山峰找到了对手的酱油 但是前排那边 前排那边太尴尬了 前排直接是被对手的 一个垂妹加上女王 给冲到了脸上 冲上来以后 这个时候电棍直接被打残 电棍被打残以后呢 戴则给到了伯葬 其实这个伯葬 给到了以后 然后虚空果断的 依靠他给伯葬的这个时间 一个大招打住两个人 尽管对方还在尝试 用迷团的大招去救 但是垂妹就盯着你迷团放大 你迷团只要一放大 我上去就是给你一个 一个大招 另外不得不说一句的 就是这个迷团这场比赛 其实我也有一点点 不太理解的 就是为什么他选择 先去出了怨灵之气 然后补了跳刀以后 出了一个 出了个以太 才开始补BKB 顺序应该反过来呀 应该是先做BKB 然后再做以太 才对 他可能是觉得 这场比赛 对方有一个术实 所以他出这个 他出BKB 可能对方也能针对他 应该是从这个角度考虑的 所以选择先做了一个 以太 你从这个角度考虑到 也没有错 只不过就是 你不出BKB的话 就需要去面对 破晓神星大招 对你的一个影响了 这个没办法 他应该是想要在虚空的范围大招 这个就是虚空的大招范围之外 去拉这个黑洞 这个可以理解 这个也算是一个常规操作 但是你这个操作的话 他会有一定的风险 对吧 就是对方不是只有一个虚空能针对你 对方能针对你的人还是太多了 现在锤妹这场比赛呢 他的装备走的是 跳刀暗灭的一个路线 还是保持自己的节奏 女王这边法上双刀 加上冰甲下一个装备 左洋走一个纯法系 物理都交给虚空了 术实的装备到不用看 因为他没有钱 然后优鬼这边是分身冰眼 再做A仗 电棍BKB刷新都有了 然后开始出强席 小小山上跳刀 加上推推 刚才这波团战打完了以后 老男天虽然说打得比较赚 但是团队经济没有拉回来 并没有实践一个反潮 这场比赛 谜团大招想放出来的话 是比较难的 咱们这个有什么说什么 确实比较难 因为对方的 断他大招的技能 没有一个能拿林肯挡的 小Y是不去断谜团技能的 这个不是小Y的任务 断谜团大招的任务 都是垂妹和树式的 然后垂妹这个技能呢 你可以用BKB去挡 但是树式的你挡住 而且同时你还要去考虑 对方仍然有一个虚空 这个虚空在什么时候 什么位置 操作你放大 这个你也不知道 优鬼现在拿出来了一杖 优鬼拿到一杖以后 现在双方又是 大招基本齐全的一波 只有优鬼没有 但是优鬼有一个一杖 有个一杖的话 意味着他还是可以随时去传 看看下这个树桩能扔出来 树式转身 给上一个技能以后呢 虚空一个大招 罩住了对方的小小和优鬼 而且是优鬼的本帖 这边BKB开起来 跳走 电锅那边带走了一个外队 但是虚空的这个跳走以后 想要TP被对方弥团 大招直接拉死 漂亮 这波还是可以的 这样的话 虚空的大招交了 BKB交了 然后呢 还是被对方击杀掉 而且他和树式两个人 只换掉了对手一个小小 好 这我没看懂 呃 这波其实单纯的就是 这个位置的问题 这个位置的问题 你不杀对方 你直接想跑 你很难跑都要 所以他选择的是 直接去杀 为啥TP不是跳树林 那个位置 跟你跳不跳树林 没有关系 刚才那个位置 跟跳树林 跳不跳树林 是没有关系 刚才那个位置 你跳树林 就不死了 对面最终抓你的 是个谜团 虚空的那个跳 范围又那么小 你真跳个树林 对面B点都知道 你跳的是哪 哪拖树林 谜团跳过去 一个凋零 把这个凋零 然后直接拉个大 你该死一样死 没有区别 而且当时 从虚空的那个站位 来看的话 他是不知道 对方谜团在哪的 刚才 谜团那个 虚空那个位置 就是交完大招 锤子你小小以后 然后开着BKB 准备想撤退的 只不过就是 他没有看到 对方的谜团而已 但是反过来说啊 就虚空这么着 被打死一次 星辰也组织不起来 进攻 因为他们自己的 大招也交了 他们的核心 团战大招 谜团大也交了 所以他们也没办法 去马上组织起来 一波有效的反扑 还要回去去处理 兵线之类的问题 没办法 女王的下一个装备 准备的是羊刀 然后锤妹这边 出的是BKB 下一个装备做强袭 咱们直播间 注意不要剧透啊 注意不要剧透 咱们这边是在 客户端内观战的 所以会有一些延迟 注意不要剧透 把那个剧透的 那个疯了 小布茨 我看你在直播间 把那个T 杠SAN 把他疯了 直接永疯啊 不用疯一个月 直接永疯就行 好 看一下小小 这个位置 山崩给上来 锤妹这边转转锤 没有被后续空住 需空一个大招 罩住对方 迷团 迷团和小小 两个人被罩住 然后萧瑟开启BKB 跳走 Nice 躲掉了对方 迷团的一个大招 只有女王被拉住了 这时候再跳回来 开始给二次输出 但是这波并没有打死 正面这场 现在女王和术士 换掉了对方的戴 泽家萧小小 萧瑟追上来以后 开始找对方的一个 然后锤妹跳过来 转转锤 拍死一个 然后萧瑟开始利用 自己的魔精 在这里跳来跳去 找机会去拉扯 但是观察了一下 好像对方的人 还是比较多 而且游鬼比较硬 那这样的话 萧瑟选择 直接选择 跳进树林一张TP 心灵这块 选择的是 隐身加TP 那另外一个 锤妹是早早的 就已经TP回来了 这样的话 人都是来到了一个 18比20 来到18比20 现在游鬼身上 是多了一个晕锤 然后准备再去出大晕锤 准备再去出大晕锤 这里游鬼传过来以后 抓到了一个术士 术士里边 直接直接选择了买国 看看全面能走 要么徐宫跳一下 吓唬你一下 然后再跳回来 但是这个地方 全面还是被欧瑞追死了 还是直接被追死了 感谢左顾鱼 林前四猫老板的 比克拉 谢谢老板 不过刚才那一波 团战其实对于 老干爹而言 是挺亏的 因为他们大招 给到谜团身上 但是谜团没杀掉 还让谜团出来以后 拉住了一个女王 这个就挺尴尬的 主要还是虚空的 这个出装 身上只有一个 大雷锤是出装 这个出装的话 会直接导致 他的伤害不够 秒必要对手 这个肉山团 星辰要慎重啊 这个要慎重 这个战位一定要小心 尤其是谜团的战位 千千千千万万 不要让对方给抓到 还好 对方这时候第一时间没有来 小外跳过来 插了一个什么 给到视野 但是队友离得都比较远 心情这怎么一个人在这 拉上对面的电棍了 这是什么意思 虚空跳过来 只拉住了一个对方的电棍 电棍身上是有一个买了二的 那大招也白开了 这打的是什么团呀 老干爹 女王那边刷新一下 赶紧第二个兵个开溜 这玩意用冰甲 还敢清剑吗 不敢了 这边赶紧直接跑 哎呦 老干爹 这团战打的是什么鬼啊 怎么小歪自己一个人 跑到对方脸上 插了一个舌帮 还敢拉人的呀 这什么鬼啊 这团战打的这是 这让星辰 让星辰 轻松的拿了三个盾 也就算了 对吧 让他轻松拿三个盾 也就算了 那这一波 褚妹砸进去 砸飞一下对手的小小 女王的一个大招 只轰到了对手的一个带泽 然后女王家褚妹 两个人注意出来 想去杀一下对方的小小 这个就有点尴尬了 小歪过来 给上一个羊 一个拉 这个位置又被对方的电棍 过来弄死了 撒一把粉 反杀重工 然后呢 队友再过来接这变狐拉就爷爷了 是不是砸大掩护一下 但是锤妹扛不住啊 锤妹要不要买 虚空的大招还有很久 虚空的大招CD还有很久 锤妹买活是直接有大的 所以他倒不用着急 上路高地高破以后 虚空在下路比较远的地方刷钱 因为在没有大招的情况下 他的作用比较小 现在身上是已经够了刷新的钱 有两个大招 这里选择直接一张TP 能踢回来吗 没踢回来 果然被晕锤砸晕了 那这样的话跳一下 虚空这个位置 有鬼一个人去追虚空 好像是意义不是很大 你追上就代表他再跳回来 对吧 代表我再换个方向 大晕锤再锤一下 这里往树林里面跳 然后给自己掏一个雷锤 再等一下再跳回 就来不及了 BKB开起来 下一个跳来得及吗 来得及 跳一下进树林 再跳回来 刷新一个大招 定了四个 锤妹砸下来 对方的代泽没有进来 直接给上一发脱脏 看一下这一波 小歪直接拉住了对手的 一个代泽 拉完了以后心情还是要死 这个小歪 树水摇了一个巨变隐身 但是对方这边有繁衍 把你A死 打完这波以后 看看队友能跑掉吗 全妹是一个买活子 那这样的话 基本就没了 那这样就没了 这一波 萧瑟已经是非常完美的 一个大招 招住了那种四个人 而且是在拿到了 刚刚拿到这个刷新球的时候 放出来了这个大招 但没用 但没用 他虽然很秀 但是没用 因为输出没有来 输出点不在 没有人能去限制那个代泽 加上输出点不在 那这样的老人家没了 这场比赛 老干爹就是乱打的 就是团战乱打的部分太多了 整场比赛出现的这种乱打的情况实在是太多了 对方的电棍现在身上已经是拿到了一个肉杉的A 然后呢 大招已经可以拆打了 女王跳过来给上一个大招 不过并没有什么用 虚空没有大 对方直接拆基地 那虚空跳过来锁一下cd 想要给上一个山坡 然后米团直接拉大 nice 女王卫苗 GG 恭喜星辰 战胜了对手老干爹 拿下一场 然后比赛经过了43分钟的苦战 经过43分钟的苦战 那么最终比赛是 星辰 那依靠着在整场比赛当中 比老干爹更加稳健和靠谱的一个发挥 拿下了对手 不过不得不说 这样米赛老干爹的这个表现 这个表现也确实是有点难以理解 真的有很多波团战的这个技能的释放和对象的选择 都让人不是很能够去理解的这种选择 好了 我是藏大叔 感谢各位观众大佬的收看和支持 咱们稍微休息 以后带来下一轮的比赛 待会第二轮的比赛对战的双方是清查对战XG 清查对战XG 好了 我是藏大叔 咱们下场比再见